民政党全国主席纳都刘华财日前指出 滨州首长就应该由道道地地的滨城人来担任 对此曹官有不以为意 认为在政治上根本就不需要太在意政敌的攻击 并且表示自己在滨城已经居住了43年之久 讲到政治人物刚才好像在网上看到 因为曹官有不是出生在滨州 虽然在滨州住了43年 他讲我没有资格做首席部长 这个是政治个题了 提了就算了 不要太认真 曹官有昨天晚上出席滨州客家公会晚宴时 针对滨州首长应该由滨城人来担任的言论 简单回应并且表示对于刘华财的说辞不需要太认真 而刘华财则是在昨天早上的国盟竞选机制推介里上说 来自民政党的滨州前首长敦林苍佑和丹思里许子根都是滨城人 但是来自行动党的前首长林冠英和现任首长曹官有都不是滨城人 根本不应该担任首长 促请国盟候选人全力以赴拿下滨州政权 让滨城人来担任滨州首长 他更强调自己就是土生土长的滨城人 感谢观看